2013年,一艘轮船遭遇海难,不幸道寇沉入30米深海底,三天后搜救员下海打捞尸体,不料其中一具尸体突然动了。 眼前这个惊慌失措的男人叫哈里森·奥克尼,尼日利亚人,是杰斯肯四号托轮的一名随船厨师,这是一艘小型拖银船,长34米,平时主要用来拖动舶船和轮船,环境艰苦,工资不错。 2013年5月26号,杰斯肯四号来到非洲大陆西南的几内亚湾,准备将一艘载满石油的超级游轮拖到停泊处,大家各司其职,工作上。 只不过这片海域经常有海盗出没,所以船员休息时都会关好房门。 凌晨4点,邮轮上的船员刚刚结束工作,进入甜蜜梦乡,哈里森因为肚子疼跑去厕所窜息,当时正值海上风浪最盛的世界,海面波涛汹涌,不断摇晃船体,哈里森只能扶着墙壁缓慢前行。 好不容易跑到WC,刚一屁股蹲下,突然砰的一声,船身仿佛被一双巨手掀翻。 下一秒,拉紧的托篮断裂,托伦轻腹,逐渐沉到30米深的海底。 一瞬间,海水灌满船舱,哈里森慌忙打开厕所门,结果下一秒就被巨大的冲击力甩了回来,撞得晕头转向。 为了避免门被关住,他急忙用身体卡住门缝。 可其他船员就没这么好运了,事故发生时,大多数人都在船舱中休息,当发现时,为时已晚。 由于巨大的压力,防门紧闭,无法逃生。 船长立即拨打求救电话,向贝宁,尼尔利亚等地的救援队求助。 但由于海上突发大风,救援队无法立即行动。 船员手忙脚乱,寻找出路。 哈里森六声无阻,一时不知该往哪儿去。 就在这时,三名船员从他面前游过,试图打开紧急舱口逃生。 哈里森想要呼喊同伴的名字寻求帮助,却发现自己无法开口。 下一秒,三名船员还没出舱门,就被汹涌的水流卷走, 看着他心里一惊,只好放弃从紧急舱门逃生的打算,继续待在卫生间。 随着时间的流逝,船舱逐渐平静下来, 四周传来同伴的敲打声。 哈里森跟着敲打以示回应,感觉到了一丝安慰,并不那么孤单。 但很快,周围彻底归于寂静,信号声不在, 厕所的水位还在不断上升,很快就淹到了他的胸部, 整个空间漆黑无声,冰冷刺骨。 哈里森意识到,这并不是长久之际,坐以待毙,只有一死。 思索三秒,男人屏住呼吸,一头扎进海水中, 在漆黑一片的船舱里四处扒拉, 一边向前游,一边推开一句句船有的尸体。 哈里森努力让自己保持镇静, 一番努力,逃到了位于船首的船长室。 前脚刚进门,后脚水压,就把门关上了, 导致哈里森被困在里面, 但同时也阻止了水流, 为他创造了一个六立方米的气穴。 呼吸的问题暂时解决, 湿温随之而来, 海水温度尤解仅有16度。 哈里森穿了一条短裤,下半身泡在海水之中, 体温不断下降, 如果不及时补救, 他将在两小时内失去意识。 为了避免失温, 他四处摸索, 找到了几块木板和垫子, 在桌子上搭了个临时的漂浮台爬了上去。 此时,距离沉船已过去十几个小时, 哈里森窝在一片漆黑的角落里, 感受不到时间的游逝, 只感觉肚子空空如也。 为了找到一些食物冲击, 男人咬咬牙再次跳入水中, 不断摸索, 祈祷着能找到罐头之类的食物果腹。 为了老鼻子劲, 终于捞出一罐可乐。 哈里森欣喜若狂, 赶紧重新爬回平台, 不敢妄动分毫, 漆黑, 寒冷, 寂静。 这就是三十米深海底地狱的真实写照。 男人什么都看不见, 只听到自己越来越急促沉重的呼吸声, 还忍不住开始回忆起人生的点点滴滴, 想念天空, 阳光和陆地。 一晃三天过去, 海浪逐渐平息, 人们推测船上的十二人已经死亡。 救援队潜入水中, 打算搜寻船员尸体, 摸查沉船情况。 随着深度不断增加, 周围的光线越来越暗, 最终陷入一片漆黑。 潜水员只能通过探照灯, 勉强感知周围的环境。 足足花了一个小时, 才打开沉船舱门, 挨个搜索房间, 寻找尸体。 哈里森听到动静, 赶忙大声呼救, 并敲击船身, 试图引起搜救队的注意。 但遗憾的是, 潜水员并未发现他的存在, 空气越来越少, 呼吸越来越难, 下意识, 甚至于无意识地求生欲望, 让哈里森本能地扎进了水里, 朝着光源拼命游去。 此时, 潜水员正在其他房间探查情况, 突然, 一只冰冷的手从后方弹出, 紧紧抓住了他的手腕。 不管怎么用力, 那只手都像死神的魔爪一样, 牢牢扣在他的手腕上。 好的,你有找到一个, 有一个人生存了吗? 是生存了吗? 是生存了吗? OK,保住他那里, 保住他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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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住他那里。 别什么, 好,保住他那里, 保住他静谱, 保住我, 好, 我们将你带来到水, 然后我们将你带来回来的地方, 好? 好家伙 捞尸员 遇见大活人 还是人生头一遭 这下可给人家吓狗呛 差点心脏病都犯了 看查清楚情况好 搜救员立即汇方 展开救援 最终 阿里森成功获救 也是这艘船唯一的幸存者 在和救援人员 一起在减压舱生活了两天后 完全恢复 回到了家乡尼尔利亚 虽然幸免一难 但他心里的阴影 却久久无法散去 患上了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 不敢参加同事葬礼 不敢再登上任何船只 整整三年 持续做着同样的噩梦 梦见自己在水下拼命挣扎 伸手却抓不到任何救命稻草 梦见离世的同伴 站在面前讥笑他的软弱 之后 他继续做着厨师 但只赶在陆地上做饭 直到多年后 阿里森终于鼓起勇气 直免恐惧 到一家培训中心 学习潜水技能 而教练 恰好是当年第一个发现 并救起他的潜水员 经过训练 阿里森不仅成了 潜水中心的常客 还会在空闲之余 帮助新人克服空水症 从容不迫地 与人分享自己的经历 生的意志是如此的顽强 希望之火 也就隐藏在绝境之中 假如你被困在海底三天 要怎么样才能活下去